那個是洪世堅 他是讀哲學的 而且是剛剛拿到鄭教授 所以今天心情比較好 OK 楊世奇也是西灣學院 他也讀哲學 他們兩個是在鄭大同學 所以這個關係很好 他是遊民人 遊民人就是鄭大科管所畢業的 好 現在也在那邊 謝謝 你看起來別像我們教授 復生委員 小老師親口 接下來就要變教授 你這樣給他怪我一起 你幹嘛做這個 無依先生是留日的 所以他是標日本的 日台教學 日台 然後之後要做台灣的這種 跟台灣的這個創生委員 非常棒 那同時就講說他們有 怎麼講 他們這個團體也在負責 那個大教育部的那個USR的計畫 高教生跟大學社會責任 對啊 他們做了兩個 一個就是齊山 一個齊山的橡膠 不是公子橡膠 一個是那個什麼野 前草 前正草 前正草 對不對 我以為我不是很熟 這樣子 那另外幾個人你給我講一下 為什麼來這邊 那另外這一幾個比較外圍一點點 這幾位同學 他是我在教育所的學生 那一門課叫做創意思考教學 那剛好就在這個時間這樣子 那 所以現在在上課 像現在在上課 上學分的這樣 我就做了一個簡單的調查說 那是不是我們也一起到這邊來學習 那如果有一個人不同意的話 或是不方便我 我就留守中山一起上課 就大家立刻都同意 所以我就全部都過來 非常棒 對啦 原來是這個人沒有玩 你看浩瓦講說 那我有課怎麼辦 我跟機關這個難得的機會 就問學生好了 是 那他們要來他們就會來 不來啊 他們就不來 那你做就對了 很有道理 那你還想說服人家來 結果沒有說服人家 他們自然就要來 是是是 他們比較想過來 人家想過來就想給我上課 對啊 原來是這樣子 你很有魅力 是是是 也是一種社會設計 社會設計 社會設計 對 我們今天的這個對談 按照我們這邊網力 都會先錄影起來 但是不會立刻對外 也不是直播 那所以如果大家 如果回去想一想 幾分幾秒 到幾分幾秒 要消音 還是可以通知我們的 大家都覺得OK了 我們再用CC授權 就是 只要付出出出 就可以隨便變成 什麼饒舌樂的 那個授權 去公佈在網路上 真的有日本樂團 就把我的影片 弄成饒舌樂 還有一個金屬樂團 弄成大港開唱 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哪一個人不寫 有關你的那個 迷因的那個事情 對對對 有篇講迷因的 非常有趣 腦破耕舔 什麼的 我很努力 我把它寄給 馬上寄給他們 是嗎 對對對 這很重要 謝謝謝謝 好 那是不是 院長你先開個頭吧 我幫你做助理工作 拿錢 因為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西灣學院 那個是 原來是從 三個月去參加國務 我今天又感冒了 太緊張了 沒關係 是科技配合人 我們這個 原來大學都有通識教育中心 那後來 我們覺得說 通識教育 應該要有 代表這個學校的精神 所以我後來就把那個 改變成為西灣學院 那西灣學院 那西灣學院呢 是在推動的 除了通識教育之外 另外就是一個 跨領域的學習 然後 這很多音樂園的轉換 後來就 既然成立了院 那就想說 為什麼不成立一個研究所 剛好 現在社會創新 是一個很 很值得大家去探索的問題 那也有很多人 可能想要來 做另外一個 這個學習的轉換 所以我們就成立了一個 社會創新研究所 那目前正在籌備 那因為籌備的時候 我們覺得這個 我們的力量不夠 所以我們那個 吳老師呢 是我們的這個 籌備處 籌備委員會的召集 所以他今天帶領我們來 那這幾位都是 這個籌備委員 那同時也是將來 實際上要去推動那個 社會創新的 這個研究所的 教學的工作 所以我們覺得說 非常有必要的 來這個地方 來跟這個政委 互動 然後學習 大概這樣 好啊 我請 沒有 我比較激薄 我覺得 每個人都要提 我至少是一個問題 就召集人就比較召集 一般都是這樣 所以他們這個 因為他是 國立大學第一個 這個純粹叫社會中心研究所 是啊 那國政府裡面 有個社會中心 實力中心 是啊 所以既然是這樣子 我覺得應該可以 有一個某種聯盟 或者你可以 因為是在政府方面 可以提供 至少是腦筋的資源 智慧資源 等等這樣 所以我就想說 他們每個人都要提出 一個問題 來問這個 跟這個所謂的發展 可以幫助的 好啊 那你這會答不問題 所以 那不是集問集答嗎 對對對 不是統問統答 我沒有在評論 你上次在 在那邊演講的時候 聽說 非常公眾 因為 你的做法 我看很多人開始在學 哦 用Slido Slido 那個也是很好的社會技術 中文翻譯是我翻的 翻得不好 隨時跟我講 真的啊 那個介面上面 中文都我翻 大概八成我翻 所以我想 你們就開始來看哪一個 洪師傑你剛剛升聖教授 你問 對 對 我就 笨糧先飛 然後我就先問一個 所以我其實比較好奇就是說 創新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一個 它不是完全推翻舊的 它可能就是在舊的一些基礎上 舊的新用法 對 發展一些新的東西上 那我比較想好奇是說 像這種 在新舊之間 它 譬如說 那個主題 或那個議題 什麼挖掘 然後它那些舊的東西 怎麼樣能夠轉換成新的 對 那 這些轉換構成新舊 有沒有什麼體力上 或者是它可能在怎麼樣的連結上面 會有什麼 新的轉換 讓他們更新的 以及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很實際去談創新這件事情 譬如說 在空間的設計上 它有沒有什麼 因此可以幫助 我們其實可以變成一個 這種 過渡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 各式各樣抑制的 新的連結方式 或者說 它其實是跨越 比以往傳統的框架更多 對 所以它可能在一個 就是說 很實際的層面上 應該是要能夠 控制這些新的 可以轉換 可以長出來 對 所以在你的想法裡面 就是那一些 空間的設計 或是客人的設計 或是說 人與人之間的這些流動 有沒有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協助這些 新的東西 一直可以長出來 但它其實不會完全的 丟棄掉 舊的那些東西 就是說 我可以在舊的裡面 挖掘一些新的 讓它可以 在新的過程裡面 讓大家可以真的 可以開始很實際的運用 然後可以真的 開始有一些新的東西 對 我想舊的就是 大家習慣的熟悉的 安心的 這個材料 那這些材料 我們用一種 讓大家省力 降低風險的方法 把它組織起來 那這樣新的東西 就很容易 為大家所接受 那這些都是 廢棄的牛仔布 然後這個設計師 把它縫一縫 然後背後還有一個 很大片的補丁 但是這個就讓人 穿起來 它感到溫暖 感到安全 因為第一個 它不是 我不熟悉的 全新的材料 它並不全新的材料 但是第二個 就是舊的材料 的新用法 對 那這個地方 本來也是空總 它其實是大家所熟悉的 只是未必走得進來 因為門口很多衛兵 對 那我們只做了一件事情 其實就是把圍牆拆掉 但是這件事情 就大幅度改變這個空間的性質 因為在圍牆拆掉以前 它是一個 exclusionary space 它是一個 只有少數 這個有國防 目的才能進來的一個地方 對 那不然這個門口都荷槍實彈的 對不對 但是現在拆掉之後 它變成一個公園 對 所以任何人他 隨時想到這個空間 應該要做什麼 好比像說 如果大家待到晚上 底下有很多朋友 在跳牌舞啊 就是廣場舞 對 我的意思是說 不管要六個要打籃球 跳廣場舞 但是要覺得這個空間 適合做什麼用 他就可以開始去想說 那我也怎麼樣 讓這個空間變得更好 所以社會創新 我通常的解釋 就是眾人知識 眾人助之 那眾人知識 公益目的 這個是容易解釋的 有去發展目標 我們有很多方法解釋 眾人知識這個概念 那什麼叫眾人助之呢 我的想法就是說 所謂with the people 不是for the people 不是說 我是設計師 我就設計覺得說 這個 所有人都要按照我做的做 不是 而是說 我把我一些素材提供出來 而且都是舊的 大家熟悉的 那大家用一點點來省點力 像大家用了slido 能夠省到十分鐘發提問單 我就很高興 對 那在這個情況下 大家都覺得說 那slido怎麼用 並不是唐鳳說了算 而是你說了算 在那個當場的人說了算 empower people closest to the pain 就是 誰在乎誰痛苦 誰痛苦誰在乎 同一件事情嗎 所以 讓痛苦的人 更容易能夠在乎一點 這種公共利益提出創新 我覺得是主要的design criteria 不過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在創新的過程 它往往會有些質疑 我意思是說 譬如說 可能我讀哲學相對比較保險一點 就是說 比如說網路科技好了 我當然非常欣賞你說的 比如像遠端醫療這樣的事情 可是遠端醫療其實常常 它會有一個雙重的效果 就是 它可能在這些遠端醫療裡面 你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是梳離的 所以這些 心裡面的質疑 它可能會有一些 相對於 可能知道不我來說 比較負面的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 在 您覺得要怎麼用去 就有點克服 或者說 它其實因此可以 可以彌補一些什麼事情 我覺得這裡要分兩個階段來看 一個是說 如果遠端或者其他數位科技 它是取代掉 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接觸的話 那我不會把它特別叫做社會創新 它可能是工業創新 產業創新 那個也許是吧 那大概就好像 日本把我叫IT大臣 他們講一次我就反駁一次 我說IT只是連結 機器跟機器 數位是人結人跟人 所以如果你沒有真的連結到人跟人 讓人跟人之間的社會關係更好 更 pro-social 更親社會 那它就是IT而已 那它可能是物聯網 internet of science 那它不是智慧聯網 不是internet of beings 它可能是virtual reality 可能大家都自己都關在虛擬實體裡面 那它不是share reality 讓我們更能夠 討論同樣的事情等等 所以我的jump description 其實就是一首詩嘛 就是說 我們這些讓人梳理的IoT virtual reality 我們怎麼變 internet of being share reality 等等 所以對我來講 其實這個過渡 主要是說 讓大家知道說 人跟人之間 能夠更互相親和的 有哪些技術 用哪些技術 那那些讓人更不互相親和的 好比像說 我們說見面三分情 但如果大家都是 在像臉書上面 這個專門打臉都不打輸 對 那種處理方式 像說不定倒扣一分情啊 對 那大家就要了解到說 那是anti-social 那個不要去碰 那有更好的做法 我們可以用slido 用join 用polis 用這些輕社會的技術 而不是反社會的技術 所以我不是覺得說 技術是要取代 我完全覺得 取代的話 那絕對不是往數位這邊走 因為那就回到 只有當初設計那個取代 那這邊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那就不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 那數位按照定義 就是不止一位嘛 數位正位就好幾位的意思了 那所以數十位數百位 所以如果他真的能夠做到 每一個在現場的人 都可以去重新利用 那能夠remix 那這樣的開放式創建 才可以叫做數位 不然反而他是剝奪了 變成singularity 那沒有什麼意義的 對 除了哲學以外 我們可不可以問一點比較 跟社會重新演織子 不好意思 哪一個 你幹嘛 沒有沒有沒有 我就跟政委提問一下 對來 因為吳老師交代 那個 因為我們現在在 實際上要開社創所 那就是 不知道政委這邊有沒有給我們一些 比較受課上 或者說 在照顧到學生 往社會創新方向走的一些 進步或者是想法 對 我覺得其實剛剛你講的那個交代那兩個字 我覺得就是最主要的關鍵字 對 因為我們剛剛 其實社會創新領域裡面有兩個字 一向中文很難翻譯 就是empowerment跟accountability 這兩個字就是歷來也沒有誰把它翻得非常好 讓他們說服所有學界的人 對 empower我翻成增幅 就這樣給你增幅 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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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本來是這樣的曲線 我沒有改變你的波形 但是一直這樣 叫做增幅 然後那個小浪變成大浪 就叫增幅 amplify 其實 但是我把它挪用 用來翻empowerment 對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這個非常形象 而且是很明確 不是我主導 不是我控制你 你的波形還是本來的 但是我增加你的這個符湊 讓你能夠碰到更多的厲害關係人 讓你這個值得分享的主意 分享的更多 那所以 empowerment就是增幅 那我覺得是比增能要形象化一點點 對 而且有一個那個就是手機收訊一個兩個三個那個logo 有一個unicode可以用 對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accountability 因為其實社會創新研究所 這樣聽起來就是所謂跨領域研究所 對 或者是同事研究所 就是大家來研討怎麼樣跨領域 那包含跨文化 那跨場域 那包含跨國 那跨世代 對不對 那包含跟還沒有出生的 未來的世代 對 那所以就是說這個的跨度 都比傳統的化學院要大不少 說真的 對 那所以這種跨距特別大的 那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能夠 accountable 如果沒有辦法 accountable的話 那是往一個心裡的一個幻想去跨 那是沒有意義的 而是說 你好比像說 我舉例 像我們現在說 Do well by doing good 怎麼反應 行善致富 好隨便 那這個要怎麼翻譯呢 那就是說 我們要確保說 我真的投資一塊錢 我可以證明說 攤題來講 好比像說陽光伏特加 你這個捐錢給一個地方 不如幫他買太陽能板 等夠費率 他可以一直有錢 可以賺錢 而且還可以摺音 還可以有各種各樣子的 教學方面的作用 還可以分散電網等等 那我剛剛講的 每一個 他的社會價值 環境價值等等 他都是建立在他要算的出來 accountable 他的那個資源是可計算 是accountable 對 那但是呢 這個我們在台灣很難翻譯 你在charity這邊就會翻擇信 如果是在民主政治那邊翻問責 公共行政權翻客責 那也有一些人最近翻當責 在那個CSR翻當責 對 那但是就是聽到責就想到責備 但是這跟accountable 一點關係沒有 對 就是很難翻那個字 那所以我現在都翻交代 而且是你剛剛說到 誰有交代的那個交代 那這個是我覺得比較好 因為我如果accountable 就是我有能力給出交代 那我make an account 就是我給了一個交代 所以他既是動詞的形式 也是名詞的形式 所以我們在跨領域的時候 只要確保說 我們是commensurable 對不對 可共量嘛 可共量就是我這邊算得出來的東西 那邊也還有意義 反過來也一樣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一起來做一個account 就是mutual accountability 就是以這個CSR 或我們現在這個永續發展 ESG來說 那就一個企業 他可以對內 對他的員工 對他的生產者 去說你們現在做這件事情 不是只是不破壞環境跟社會 而是我們可以透過一種方式 證明你是在拯救這個環境跟社會 那他對外對他的投資人 對一般的財關係 對大眾對消費者 可以說 你現在給買我這個 一塊錢的產品或服務 你就可以創造出 多少塊錢收的環境效應 所以他也對外交代嘛 那對內交代對外交代 這就是雙面交代 雙面交代就是好交代 好交代就可以把它黏在一起 connecting people to people 就是靠這種跨領域 跨世代跨場域的雙面交代 所以到底怎麼樣做出雙面交代 雙面交代的材質有哪些 黏性怎麼樣比較好 我覺得這個是 確實是社創研究所可以研究的一個題目 以上都沒有幫三人打廣告的意思 對 對 趕快 你們接一下就不要拿回家 他的話是很快的 對 整體很快的 讓他 是 你在幹嘛 沒關係 沒關係 趙經緣管還蠻造假的 哈哈 對 對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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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在社會創新建議上面 因為不要跟 就是 是 起駕在日本的地方創生的 這個政策外 然後想問一下 就是 是問政策方面 就是還有資源方面 一個是 就是在女地這個部分 其實 台灣雖然好像感覺比日本還要更前進 台灣的社會部門最強的就是當年富裕那組人 因為他們已經完全佔領了政府 變成了性評會 性別影響評估 中央性別統計 什麼之類之類 就是說我們如果要講institutionalization 那是最完整的一個運動 對 所以就是想說 那在這個社會創新 我們可以連結哪些就是這些 建議的哪些組織 我們這也需要 這是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是 在跟日本 因為其實社會創新是要跟國際連結 當然 但我是從 在日本方面 有沒有這樣我就覺得說 就是這個 哪個 哪個 日本部門 或者是說 日本的哪些單位在台灣 台灣已經做了哪些跟台灣之間的交流聯繫 或者是連結等等的這些 然後如果有的話 可以給我們建議 那我們就是跟這些 最近跟一個好像叫日曆吧 好像是一家就是有一點歷史的公司 對 對 那的總裁對談 然後他們都已經把自己叫社會創新事業了 對 因為日曆做很多社會創新的 對對對 他其實整個公司的理念已經完全變成行山之父的形狀了 對 對 我覺得這個很有意思 就是說他們的經濟部門 其實是早於公部門 去 不管出席什麼活動都帶那個十七色的那個環啊 對之類 那我覺得這也是蠻棒的 就是說 因為他們不管是做研究工作 或者是去 fund 一些 study 或者是去幫助那個地方去做創生 那他確實因為他好像成立的時間非常非常早嘛 一百一十多年前 對 所以他的永續性大家比較不會質疑 對 對 那而且他也可以去把他的這樣子一個社會文化的脈絡 把它解釋給比較年長的朋友 因為年長的朋友也覺得那是一個熟悉的品牌 他也可以去去說明嘛 但我這邊也不是幫單一這個公司獨立的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說 日本不少這種他蠻有社會脈絡的這些企業 那之前我去一個叫 Topos Conference 好像也是夫妻出辦的吧之類 就他們各自都有這樣子的一種 有些跟大學合作 有些沒有跟大學合作 但是像Softbank好像也有跟東大合作 也有做一個 其實他們現在都叫社會創新 然後也都用人去發展目標 那其實只要確保說 眾人知識、眾人助治的 眾人知識它是共同的 所以那是其下 眾人助治的方法是相同的 就是都是開放式創新 那其實一下子就被接起來 因為本來就是任何其他地方來的創新 我們不會有一種 好像只有我們發明的才叫發明 其他地方當然也可以去使用 那我覺得像我們在 地方創生的這個發展戰略裡面 我們跟日本學到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你不能靠政府補助 靠政府補助的話 地方就會養成一個依賴性 那只要有依賴性的話 它就完全變成是 它照著那個部會會想要看到什麼關鍵區去寫 那所以可能有社會 但是就沒有創新了 因為政府一年才能改一次關鍵字 所以當一個社會新的情況出現的時候 社會部門反而沒有 社會部門最重要的就是去靈活回應的那個能力 因為它所有拿到資源的那個pipeline 已經變成就是 就是你知道就是 開案子的公共們的那個形狀了 所以我覺得 我們這邊做地方創新的時候 也是很在意說 這些企業 那這些事業體 它也可以 一方面當然儘管會給他們壓力 要他們像日本的那些企業一樣 都用GRI 都用時間去發展目標去給出交代 現在好像資本20以上 對不對 已經不能不給出交代了 不然就要儘管會下架喔 對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想越來越多的台灣的上市櫃公司 會學到這一套做法 那即使還沒有上市櫃 可能什麼戰略型版 新創版什麼 它也有足夠的誘因 因為它也要整合 進它的上下的供應鏈 所以只要這整個供應鏈 有一個背景晚會 這樣公司治理3.0的上市櫃公司 它一整套 像蘋果一旦變成綠點 所有人都要產綠點 是一樣的道理 它都必須要給出這樣子量化的交代 那這樣的量化交代 不管是我們這邊的Tesla 日本的Ressus之類 這些都非常容易的整合進去 所以我倒是覺得 這個不太需要擔心 那你剛剛講到Goal 5的部分 像我們才剛辦完的 那個社會創新高峰會 它的主辦單位就是副全會 那副全會就是這種社會部門 已經完全變成 跟公部門共辦 共生的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例子 副全會的董事長陳董 陳時中董事長 對 那就是他在那個開幕的時候提到 就是跨場與跨領域 跨時代的這種創新的能力 那所以一方面是說 當然這些信憑委員 這些朋友們 他們對於Making Account 在台灣非常非常經手 因為他們已經 逼迫不是逼迫 促使 所有的那個 常任文官 在擬定任何中長陳計畫 跟任何法律草案的時候 都一定要做性別勇強評估 就算乍看之下沒關係 他還得評估出來說真的沒關係 因為說不定不是沒關係 對 那所以這些他們每次 就算是這個計畫已經執行完了 他們的良度的東西都還放在性別統計資料庫裡面 所以這整套做法 我想不管是我們在推永續發展 或者現在推看放政府人權等等 那這種回來做Make an Account 就是Accountability 做交代的能力 還是這些朋友最強 所以確實如果你要做Go5的話 父權會應該是跳不過去的一個單位 對 對 他不像學生要問問題一樣 很緊張 很緊張 對 是 一樣胡老師比較難 對很好 對 我們有沙潭推過一些問題 今天大家都在即興法會都沒有 是嗎 好OK 其實回到比較具體 因為我們都要在職場學教學 就是就你的觀察 你認為台灣需要具備什麼樣的知識跟能力 這樣一個社會傳統人才 對 這些具備成它是即使能力的社傳人才 其實一句話講 就是要能夠選每一邊站的人才 選每一邊 選每一邊 就是不管任何一個社會問題來 因為你如果能夠單一領域 單一時代 單一小月就解決 他早就解決了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問題 都是所謂Wicked Problem 就是棘手的問題 就是任何單方動都解決不了的問題 一定要大家一起行動才能夠解決的問題 但是當你要大家一起行動的時候 如果我們腦裡還有那種 敵我的觀念 還有那種文族理族的觀念 不知道藍綠的觀念 隨便啦 就是任何在腦裡有這種 us versus them 那就是這是我方 那是敵方 的這種觀念 就算是在看對方的訊息的時候 腦裡可能會不斷的打斷 想說這個我真的可以接受嗎 等等 那這樣子的話大概就沒有辦法去做到 真正holistic 就是把各方一起動員起來的解決方案來 那你真正要把自己做成名 其實意思就是 誰來使用我都是抱著欣賞的態度 那那個就是所謂Taking all the sides 就是如果我現在碰到一個人 remix我的這個訊息 我發現我難以接受 我就發現 我這樣看到的時候 我會有一個反射性的 就是那是我的問題 我應該要跟他相處比較久一點 我應該先去用民族職 沒有啊 就跟他混一陣子 然後直到我能夠從他的角度去想說 為什麼他會對這件事情這麼在意 我會不會贊成他每個立場 但是我要能夠跟他進入同樣的價值 就是empathy 就是能力的能力 那所以如果養成這種選美一邊戰的能力的話 那這樣子設計出來的東西 才真的是眾人主持 才不是說少數人按照他的某個學們的訓練 設計說我覺得這個最棒 其他人就是盲目的聽從就好了 那而是說沒有我們缺口就是光在入口 我們設計出來一定有些不行的地方 不過這是一個tool kit 那大家自己再來加吧 再來remix 等等 所以taking all the sides 我覺得是最需要的能力 尤其是台灣之前的公共討論 常常被一些binary 的東西綁架走 對 那我們現在就是超課這個 我覺得是也到了 謝謝 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當然這個空間很棒 我覺得美國的社窗的五分 是很新 我們可以到這邊來警示 就是有沒有可能說 社窗中心 有沒有可能在南部設一個辦公室 有沒有可能讓我們社窗所取勝 讓社窗中心 他們有備而來 希望有一個社會創新 你的心願動靜 有一個南部的基地 你知道南部基地 至少有一個南北還可以有 可以討論嗎 我覺得這個是沒有趣的事 你是這意思嗎 是 我是比較覺得這個很重要 我也覺得很重要 因為我最近就是 花東 我是宜蘭人 然後花東到高雄去 發現他們的一個很大的心態很奇怪 然後我們在南部好像我們資源比較有限 我們機會比較少 常常用在南部當中 給自己找一個 很快就找一個 為什麼沒有做好 你看南北也是我剛剛講 Binary Thinking 裡面的一個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確實 我都同意 那你就開始要 好啊 沒問題 是的 我們當時在這個場域 到底這邊要優先做什麼 我們也是用神醫師討論的方法 找了所有能夠來這邊的社創 然後一起來討論 那甚至貼點什麼都有做 去設計思考 那大家發現說 最主要的一個就是 要有一個有直播功能的漂亮的廚房 因為有廚房才能凝聚他家 有直播功能才能凝聚遠端的人 怎麼就有一個很漂亮的廚房咖啡廳 那第二名的公司是說 要談後每個禮拜三來這邊 回答大家的問題 就是確保說 這個它有一個延續性 就不會說 這個空間設計起來 就是以當時在的人為準 而是說一個新的需求出現的時候 那大家一來 那包含我們有拆圍牆啊 草坪啊 所有這些布置啊什麼 反正只要有人來 禮拜三跟我講 我們就做啦 下個禮拜三就完成了 所以我們從 就是設計思考來看 這個就要敏捷 就是agile thinking 就是隨時一個人有一個好主意 就像我們的防疫一樣 就是口罩使命制要改 那每次要改 我就說下禮拜四 下禮拜四 因為我們每個禮拜四 一定都可以調整一次 所以敏捷開發 最主要的事情 就是說你要這個場地的那個提供方 in this case 就是中期處 他願意陪你這樣玩 因為這跟傳統的 就是發包啊等等的程序 完全不一樣 對那時候我們也是花了很久的時間 現在在那個政府處理服務制裡面 有把那個敏捷範本什麼都寫進去了 所以現在這是legal的 這是合法的 就是那個招標的人敢不敢用而已 但是如果你沒有這樣子白折黑字寫下去的話 說真的為什麼他要陪你玩 為什麼你討論出這個 他二四小時都有警衛 他就要派警衛來 就是說其實每一個小的決定 其實都是很大的行政成本嘛 無障礙的朋友們說 他只能到其中一邊 另外一邊不行 所以一定要做空橋 空橋就做出來 所以有人說這個 我們寄東西都是寄到 這個建國南路那個門 因為那是這種手法式 要有一個新的門牌 我們就弄一個新的門牌 原來有三段九十九號 對那所以這整個空間是mailable 就是大家都可以去任意的動它 對所以我們現在比較重要的是 要找到一個能夠給出這樣子的承諾的 在地的一個類似我們中期處在這邊的 這樣子一個Promise 不是傳統上的那種BOT開發案 就是你畫一畫圖 發爆出去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有人對這樣子的Promise 有興趣的話 那當然我也可以請中期處去評論 沒有問題 對 現在我們當院長 多問就是很奇怪吧 來 問一個比較小的問題 好來 剛剛那個 那個沒人提到說 就您提到那個 Taking all the size 確實真的是一個很棒的想法 那我也在想說 當我們的學生進來的時候 因為台灣 我是比較負面思考 台灣不見得能夠 很能夠Taking all the size 確實啊 那怎麼樣在我們兩年或三年的過程裡面 跟我們一起陪伴的過程裡面 讓他們 至少他們會接受這樣的一個觀念 當然這個團隊的組成本身就很重要 我們像這邊的那個招募 我們是 就是想要行善的 跟想要制服的 兩個是等比例喔 我們是聯合招募 然後也就是共用很多培訓的這種課程 然後就是有點像是說 想到科技 有些人會想到自然科學 產業技術 就是產創那邊嘛 那也有些人會想到是 可能哲學啊 或者是社會科學啊 那想要是人組織在一起 怎麼一起行走思路的技術啊 我們也覺得是技術啊 開放攻堅技術 它就叫技術 對 但這個是社創的部分 但是這兩億 除非你讓大家朝夕相處 而且逼著雙方用對方的語言溝通 不然就是他們 by training 是沒有辦法彼此溝通的 那就是光是看到科技兩個字 看到創新兩個字 然後你就浮起完全不同的東西來 對所以我覺得 一開始那個組成的跨領域特性 我覺得這個必須要堅持住 然後確保說 你不管做什麼題目 都是跨領域的在做 那你不管提出什麼解方 都是一定要至少有各一個 社會部門、經濟部門、工部門的人參加 那不然的話 那就不是選美一邊站 那就變成我這個 採住其中兩個部門 要另外一個可以交代 這個當然也是就是 社會創意運動什麼也很棒 對那就很難叫做 真正意義上的跨領域的社會創新 就是會這樣子 因為你的高度、深度、廣角都不夠 那台灣到現在為止,你再從社會創新進展開看 有哪些在國際上真的是可以讓人家覺得眼睛亮的 想來跟我們這邊做交流 對,很多啊,超多的 以去年為例好了,就一句話嘛 We overcame the pandemic with no lockdown and overcame the infodemic with no take down 就是我們防疫但是不用封城 對,然後我們解決了疫情中的假訊息的危害 但是不用讓行政部門有言論查盡的權利 那現在即使到今年,這兩個題目還是 其實台灣已經沒有什麼感覺了,因為我們已經解決了 但是全世界都還在這兩個題目裡隨身火熱 尤其是民主政體都還在後面這個議題 對,所以我們現在說沒有我們有個台灣model 我們可以用digital competence,media competence 我們可以用proud source fact-checking 我們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來 甚至我們開票的時候就一路開給手上拿著 不管是穿雲件還是鷹眼部隊的app的人計票 那這樣就不會像一些民主的後進國家一樣有那麼多爭議 那這些其實大家是非常受用的 而且一聽到就可以立刻的去使用 所以我會覺得說至少在SDG3 就是我們的工委的這個提起 SDG16開放政府這兩件事情上面 這個現在是大家一想到台灣就覺得我們應該跟台灣學習 這個是絕對沒有問題 那其他的幾個SDG的方面 當然剛剛講到SDG5就是我們的這一整套性別平權的這套制度 那其實也是在同婚通過之後 突然間尤其在亞洲國家裡面 我們發現說 因為我們竟然就是大家走進投票所的時候 還是不同的族群看到婚姻兩個字腦離夫妻 完全不同的景象 一邊覺得是什麼這個就是一定是家族跟家族的關係 另外一邊覺得一定是個人跟個人的關係 看起來是零和的東西 我們都可以發明出結婚不結營這種 超連結法案 這種社會創新 那來解決這個問題嘛 所以家族還是對家族 不會出現什麼兒序女婿 那但是個人還是對個人 因為全部都超連結過去 而且專法優於民法 還不用撫養清楚 那我的意思是說 這一整套如果沒有同婚的話 我們後面這個就是性別平權運動 這麼多年的努力 一般國際上並不知道 但是因為這個同婚開花結果 那所以現在大家都來問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這個是老的題目 但是是一個新的一個解釋的方式 那其實這三個已經滿夠用了 那我們還可以再當然開發更多的 好比像說 我們接下來在不管是氣候行動上面 或者是解決一切形式的不平等上面 那尤其是我們之前還有什麼餘工啊 有很多國際上面 而且像我們推開放政府 現在推得很棒 但是其實國際上 比較資深的還記得立法院打架嘛 對不對 就是說我們也是要扭轉大家 對台灣一些既定的一些影響 就是衛權時代留下來的影響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 SDG13跟10 就是氣候整體狀態 消除一些形式的國內國外的不平等 這兩個是我們接下來可以努力的方向 但我們前面的那三四個我覺得都已經很棒了 對 這個都比較大的 對啦 現在學生在讀社會狀態 還有教授們在做了研究機 是比較小的Gate 那個比較小的 這個是很大 真的是很大 你看那個 那個 怎麼講 這個氣候這個事情 真的很大 連那個Gate 都可以講到這個問題 沒錯 那你剛剛在講那個 關於那個防疫的那個事 也是這麼大的事 你的功能很大 對我就是發口罩大家要肯帶 沒有 沒有 這個都是非常講不起的 是是是 SDGs裡面講 對 對 我們這個都非常好 教務你們都在那裡 是啊 所以我要問 比如說像偏鄉 大家都講偏鄉 我們有很多偏鄉的工作 我一個覺得好像偏鄉的工作有點像 在同一個組織裡面 或者同一個地方 就很多人 寄住很多的 沒錯 可是旁邊 在旁邊可能就沒有人 對啊 尤其他這個不善不適的情況 不善不適 對 所以我在想 你對這個地方 注意到社會專心 對 研究所的學生 很多可能對別家的東西 對啊 都會有興趣 當然一定 你要給他們什麼 一個什麼方向 因為這些老師們 都是那種 天王國族 不是你 不是啦 是你 是你 出生比較好 對 然後很會讀書讀書 不像你這麼大元氣 了解 謝謝 我們國中辍學 對 但是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 怎麼樣讓這些學生 要對這個 真的有承諾才會讀 對啦 怎麼很快的具體可以走入 這種比較 比較偏向的貧窮 酒店 很多問題 方便 不過他走入就得花五年啦 我們看所有社造的經驗 就是你如果不是至少二地區 在那邊當五年 這個日久他鄉是故鄉 的話 那其實在地的人為什麼要理你 對 對 每個地方有個地方脈絡 那你沒有融入那個地方脈絡 就算你是那邊出生的 好了 如果從小就是關在學校裡讀書 你還是沒有融入地方脈絡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大部分社造經驗都顯示說 你如果說 那我就是要踏進去解決問題的話 那邊的社會朋友覺得你很煩啊 說真的 對 那事實上有一些USR也是這個情況 對 所以我是覺得說 我覺得我們比較不是抱著什麼 服務學習啊 什麼的這種心情去啦 而是說 我們去問說 如果我願意花人生的五年 而且至少一半的時間 在那個地方的話 有什麼樣子的題目會說服我 願意在那邊待 有什麼樣的東西對我個人 是有誘因的 我覺得這個還是要反求足跡 如果他自己不感到有樂趣 那這個是沒有用的 對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像我說 書衛社會創新 就是要快速公平有趣嘛 那快速就是敏捷的部分 這個最容易聽懂嘛 那公平的部分 我剛剛講的 accountability 大家也很容易聽懂 但有趣的部分是 確實比較 counterintuitive 因為我們面臨的都是很大的 很像氣候集中很顯惡的問題 那偏鄉的這個機會不足 就是平權不足的問題 這也是很很 cute 就是 acute 他一點都不 cute 所以它是即興很著急的問題 他一點都不可愛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辦法把它變成一個 讓我每天醒來心情好一點的 的這樣子一種東西的話 我也沒有辦法說服超過一個人 跟我一起去這個偏向 一起待個五年 那如果一個人平均 不能傳到超過1.1個人 就是RG沒有大於1.1 那他就不會變社會創新 社會創新的定義就是 每個人都願意幫忙散播出去 才能變成眾人組織嘛 所以想辦法找到這樣子一個梗 我覺得還是非常重要 那當然其實這個在日本 有很多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他們不管是這個動漫啊 照相啊衝浪啊在地的某些動物啊什麼之類 全部都可以變成地方創新的特色 然後就翻轉大家對那邊的印象 而且真的願意去那邊待個五年看看 對那我覺得這部分還是要往這個方向去做設計 我覺得會比較work 而不是說好像我一個學長兩年 然後我就覺得可以解決一個偏向問題到一個情況 我覺得那樣子的話就很難有那種樂趣去產生 他感覺是一個工作兩年之內 我有點像是醫學中心支援偏向啊 那我七月到了就要回來喔 的那種感覺他比較難以生根啦 所以去找到在那個地方的樂趣 我覺得那個還是最重要的 我先跑那個花豆的時候 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 就是很多碩士生女生啊 他媽媽做樂門就跑到花豆去做一個原住民的什麼社區啊 然後就在那邊就很容易被那裡的原住民回鄉的那些人吸引 然後後來結婚 然後就整個就跟他們合作 很有趣的事情 非常棒啊 不是鼓勵你們一定要到那裡去跟他們結婚 我覺得那個是很重要 當然 他們待了幾年 頭露在那邊跟他們洽咖聊 洽咖聊街會 這個我覺得很重要 我自己講這個 而且如果是原住民族的話 講永續的這些 就是那種口傳的歷史跟自然的相處 那種不是線性的極速的成長什麼之類 那本來就是他們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應該是我們去跟他們學習 我們最多就有一個轉譯的能力 讓他們的故事更容易的給全世界聽見 但是他們的那個故事比我們更永續啊 永續不知道多少倍 那我覺得現在我也不會特別說 原住民族就是一族一族一族 他就是有各種不同的特色 所以我蠻同意說 你如果覺得這一族真的就是 你靈魂相契合什麼之類的 那對啊就加過去 很不肯 你們幾個人還有附近要問嗎 抓住這個機會啊 我們就約你約了好久 對啊 所以很快 把握住 你幹嘛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樣 我常常還是會碰到那個學校 因為就是一個蘿蔔一個坑 那像我覺得社會創新呢 其實我很重要的就是那個科技 科技的部分就是怎麼樣產生連結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怎麼樣去讓同學們 進來的同學們能夠 不是對某一個科技很熟悉 而是有一個 全面的理解 全面的理解 在 因為學校的制度很容易就會走到很深很深 而且一季之長嘛 對對對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有什麼建議沒有 就是關於科技的培育 剛剛那邊有個問題 要不要先回答 沒有沒有請說 就是 我是教育所學的 老師剛剛那一個 其實這一次社工所造成 我有考考 我去參加彼此 但是後來彼此沒有去 那我個人的考量 就是我現在念教育所之外 我還有一個理由 就是會說 社會創新研究所異業的同胖 我的工作要怎麼樣去找 對啊 就是因為 因為其他環境 比如說他會去研究 社會創新研究所什麼 斜槓就是你的專業 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對 雖然是有創建一點 但是 現代的那個 事實要好好 但是也不見得 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我會想說 就是以學生的角度 我會想說 社會創新能夠提出 什麼樣的能力 或者甚至什麼形象 來吸引學生去加入你 他有什麼樣的 所謂的被政府這樣 那社會創新能夠 給予學生什麼樣的交代 對啊 這個就是哲學所 永遠都面臨的問題 哲學所應該非常可以感同身手 所以你是被我們刷掉嗎 因為我自己 你高分了 你不學藍 沒有 雙向藍 對 對 他沒有用 當然啊 大家都可以做社會創新 一定是這樣子 對 對啊 學哲學有什麼用 對 同學們 既然你們爭取要來這邊 對啊 要不要大家都想到什麼問什麼 我想回應也可以啊 來 請問有林法族的原始嗎 嗯哼 就是 化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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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看 好比上去有一些 所謂的雙老的那種社區 就是供老的那種社區 他講的是 你怎麼empower出老的 來照顧就是更老的 其實就是 就是用他們當 那一個社群的 的語言 這個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現在大部分 都會對林法族勒靈啊 等等的設計 現在在台灣很多 還是用一種照顧 就是長期照顧 對對對 好像是說他們都是 他們都是被照顧者 對 但是其實你看他們的那個 社會參與啊 他著急的能力 還是非常的強 而且可能時間更多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說就是 你要翻轉那個想法 不是說 他老了就是要被照顧 對 而是說你要讓他照顧 他旁邊的別的長輩 或甚至照顧晚輩 的能力變強 就是你要增幅他了 對 那這個當然 好比上說像 紅道啊什麼 其實他們有一些方法論 那這個也真的可以去看 對 那但是我覺得那個 概念還是最重要的 就是他們並不是弱勢 他們只是在征服的過程裡面 可能因為語言 或者是因為一些限制 所以沒有辦法讓他們了解到說 原來他們其實在進入銀法的情況的時候 其實才是他們對社會貢獻最多的那一段時間 那我們去找出是哪些障礙哪些限制 然後幫忙用一些科技去解除它 但是最後並不是說用這些科技來照顧它 並不是這樣子 對 那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以前都是什麼老有所樣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會把它看作一個很passive 沒有能動性的 但是其實我覺得現在真的不是這樣子了 那我現在最好的這個策略顧問 還是我阿嬤已經88歲了 所以如果我每次要研發什麼 才會推薦一些年輕朋友 都70幾歲 還來幫忙做focus group 對 超級active 對 所以我覺得要用這樣子的角度去看 大概是這樣 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想法 趕快 我這邊提 喔很好 你要講我什麼講 我講說 自由生真的是一個社會上的基材 是 我覺得像你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覺得就是 在我的工作上 我常常會遇到一些自由生 其實現在很多都是很多的美麗 他們是一種雙腳疏力的自由生 他們有一些特殊的特質 對 那他們可能就是 跟自己處不來 有一些很負面的想法 甚至他們有缺負了多多的能力 可能在班上 就是同學都很討厭他們 然後甚至他們都會公然的跟老師做對 每說在人區公安方面有很大的問題 可是實際上他們是非常聰明 那 可是我覺得他們這樣的特質 就會真的是很負擔去貢獻他們的能力 那我想請問說 就是 我們老師在 在學生長的時候 遇到長的學生的時候 建議我 怎麼去幫助他們 找一些 做事 這沒有辦法一概而論 不過我自己的建議就是說 我們說什麼是正常 就是 Norm就是什麼是正常的 這個社會常規 他完全是看那個脈絡 就是看你旁邊是誰 那在以前所謂在你旁邊是物理上的 但是現在因為有數位的社群 所以其實一個人他在附近 就算大家都不像他那麼奇怪 但是他到了線上社群的時候 跟他一樣奇怪的人超多 他在那個地方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也許不是把他旁邊的這些鄰居也好 同學也好 這個extended family也好 變成一定讓他可以適應 或可以適應他的這個情況 因為這個工程很大 或許是說幫他找到某些在線上 因為現在大家都是寬品人權的嘛 499吃到飽 所以其實透過影音啊 甚至透過VR啊 很容易就可以融入 所以像舉例來講 像我們在軟體工程裡面 有一個專業是做品質管管控QA 那那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專業 那在裡面就有非常多那個 就是自閉廣譜的朋友 就是他非常容易 speak truth to power 因為他腦裡沒什麼power 對他就speak truth 對白目是一個好事 因為他是QA嘛 他們本來就是要找出問題嘛 對那找出問題才能解決問題嘛 那他們並沒有覺得這是這是異常 那你硬要他confirm說要看讀空氣啊 什麼看顏色啊 那是什麼東西 空氣能讀嘛 空氣有摩斯電嘛 是不是要先要止谷分析 我的意思是說 像這樣子的能力 在那樣子的社群裡面 他不但被鼓勵 而且他們會互相就是求進步 就是說你還不夠龜毛 對那但你如果你在一個所謂的 正常的分布的社群裡面 那你一定覺得它是領群 你要拉回來一點 可是他的那個特質 不一定適合拉回來一點點 對所以在他在那個社群 已經達到一定的就是自我肯定 他會覺得說 喔我這樣子是一件好事的時候 那他才會有那個心裡的餘裕 去想說喔那我這件事情 我在其他人看起來 是不是我可以稍微轉成 什麼別的方式來表達呢 那說不定你就就是丟一本這個 肥包力溝通手冊給他 他到最後就會了 但是那個也要他對自己有自信 那這個自信 不可能在這個所謂本來常態的社群照 一定是在跟他比較像的這個社群照 大概是這樣 謝謝你 謝謝你 我剛才說那個日本的一個作家 很有錢的曾也林子 他在74歲的時候寫了一本書叫 《晚年美學》 《晚年美學》裡面 最有趣的一句話就是說 其實社會對老人並不好 對啊 真的是 真的是 不是真正 因為年紀大了 還有過過年紀的時候 年紀大了 還有過過年紀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去做 沒錯 他以為這樣對老人 其實對老人 老人又不敢講 是對常常會老人 所以他們對我很好 我常常覺得很怪 因為不知道我需要什麼 你憑我的就是我需要什麼 然後又差點褲來扶去 對啊 我在講的是 所以我在講 其實就是 真的要跟他們在一起很久 我覺得剛剛講的母親很清楚 你知道你剛剛講的阿嬤是怎樣 八十八嗎 對 我阿嬤八十八歲 他是鹿港人 然後 我們現在阿嬤是哪一個 爸爸對媽媽的 爸爸的媽媽 爸爸的媽媽 對對對 所以你阿嬤是跟我理你差不多 對嘛 對 非常active 集會active 你知道意思嗎 很有趣的事情 對啊 因為我們如果都把它想成說 我要照顧撫養等等 那其實是剝奪他的能動性 對 其實他很不高興 那他不高興又不敢講 那這個就跟你剛剛講 那個就是neurodiverse的學生 變成一樣的狀況 而只是一邊是小孩 一邊是老人而已 那不如就是說 讓他找到他能貢獻的社群 對 所以我這個真的很感謝那個 川雲堅 我覺得是超棒的社會創新 因為他住卷子 所以有很多他的年輕朋友 七十幾歲的 真的就是學會看直播 學會搭上 學會去搭遊覽車 對 就是他們可能不那麼關注發達財的部分 但是其他部分 就是那整個動員起來 他們真的非常高興 可能也省了非常多長照的成分 所以我覺得川雲堅真的重要的社會創新 完全沒有任何公司的意思 對啊 對 如果你這裡 因為大學裡面會成立什麼研究所 自然的那種走向 像你現在的教育不一樣 正式的教育 假設你這個地方有弄一個像碩士學位學生 對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哪裡會怎麼做 你會怎麼做 你要怎麼樣 因為這個等於給他們一個 是 我想 我們這邊在講的是教育實驗 在體制裡面還是發學位等等 那這邊講的已經到實驗教育了 就是說 就是我憑空發一個碩士學位 對 那這個憑空發碩士學位 我自己的想法 可能也受到當時Minerva 就是來 我有帶他們去見那個蔡總統 那Minerva他們就是透過一個軟體 叫Forum Active Learning Forum ALF 那他們的同學基本上就是一次每個學集到一個新的城市 用那個城市當作Pontas 然後用SDG的那些題目當作他的Campstone 事實上他除了Campstone 也沒有什麼別的東西 對 然後那他就是去運用在地的所有可以運用的資源 所以按照定義就是跨場域 對 然後因為他要做的東西大概都是社會創新 所以他的這個跨領域的能力 也因為他的那個Cohort 就是我想明白最重要的就是他組隊 他組隊都是各種跨領域的人 所以一個Cohort裡面一定有各種不同角度可以看同一個東西的人 所以跨領域也沒有問題 跨世代我跟他們接觸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不勸他們跨世代做得好不好 但是我會覺得說 就是這種跨領域跨世代跟跨地方的做法 你證明你用這樣的方式疊Campstone做得越多 那越值得一個說實學位 所以我會覺得說如果我要弄一個實驗大學的話 基本上就是你證明你跨這三個東西都沒有障礙 那就可以獲得這個說實學位 對那如果你在做這個題目的時候發現說 你還是沒有辦法選每一邊站 那說不定再回去修煉一下 因為最近就是從法國到美國都開始有一些實驗大學 對啊 完全擺脫以前的做法 對啊 那如果現在大學的話 你大概就自己不必要 自己不要自主學習就可以在那邊自主運行 那我在想說台灣現在教育部也是允許實驗大學嗎 有 我在想說好像 講社會創新啊 或是社會企業這些 大概不能夠用傳統的方法 我通常就覺得還是真的有一點實驗的機會 知道你的意思 所以我在想說 你們社會創新研究所有沒有可能 請教他怎麼樣 把你們身份弄得比較 讓學員比較自主的演習 對啦 但是我覺得這裡還是有一個transition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本來都是蘿蔔跟坑的這種關係 那他frame 除非他在高中的時候 就已經是跨領域學習 他已經完全沒有學門文離祖 什麼這樣的情況 當然有一些實驗高中 或者是伊利馬克剛之後的 某一些比較著重跨領域 加深加往的高中 也許現在有一點這樣子的能力 但是如果你沒有這樣子的一些 在高中階段已經擺脫領域觀念的 他到研究所再來擺脫領域觀念 有點遲了 我說實話 你得先align一些東西 對 那所以我覺得這裡還有一個轉嫌 就是說有沒有可能有一個大學的跨領域的學程 他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讓大家align在高中階段 學到的那個分科分組 然後這樣子他到研究所的時候才真的有能力 去做那個社窗的碩士 不然的話你要一般的 就是剛畢業的高中生 一下就跳到跨領研究所 真的有難度 或者另外一個想法 就是說你往EMBA那個方向想 就是說大家都已經七八十歲了 都已經隨心所欲而不允許 按照定義 就已經有每一個年齡層的生活經驗 那時候再來拿一個碩士也很好啊 現在中生學也是 前一大一十半裡面有名字在上面 對啊 對啊 對嘛 我們現在的學生齁 我們第一屆已經差不多快進來 很多都是已經在社會上工作一段時間的 是啊 那所以這樣的一群學生呢 其實如果是大學剛畢業 也許他那個跨領域的那個 commitment 也許沒有那麼強 但是他們呢 我感覺上他們其實是在尋找另外一個 career 是啊 那所以 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就是說 譬如說呢 我現在假定說 我們 他們每一段時間呢 因為有時候他們 靠我們老師可能也有點困難 給了一些題目 對 有機會讓他們 有機會 譬如說 我們如果臨忙 或者是怎麼樣 也可以視訊 那可以給一些題目給他們 OK 這當然我們 我們其實去看總統的黑客松 或去看社會創新平台 上面滿滿的大平台 都是好題目 對 所以我會建議說 對啊 總統的黑客松 可能因為logo一直放在這邊 一直放 有那個背景的那個效果 對 但是確實因為總統的黑客松 能夠到前五名的 大概都真的跨了四五個以上的SDG 所以他一定可以動員 就是各個領域的這種能力 所以我覺得不妨有一些 assignment 你真的就是拿靠補題 就是總統黑客松 之前已經得過關心的題目 那他已經在落地的過程 然後你想說 你怎麼樣在你所熟悉的那個領域 繼續增幅它 那這樣的話 第一個你不會是憑空想像 對 他不管是鳳茶啊 這個用AR種樹的那個好質地啊 或者是這個我們在那個透明足跡 在便利商店掃個APP 那個就不是冒出它的價格幾塊錢 而是價值破壞了多少農地才到這裡啊 這些這些都是你看一句話 它的社會創價值立刻就出現 那所以大家在腦裡立刻就可以了 那現在我如果有兩年 我可以把它做得怎麼樣更好 那這個時候 你有一個堅實的基礎 而且按照定義 它就是跨領域資源都有 而且就是有獎盃一打開 總統就審主派冒出來 所以政治支持也不是問題 在這個情況下 那你就可以說 那我們做它的Extension Project 就說已經有這個基礎了 那我們把它怎麼做得更好 那我覺得這也是一種出題的方向 謝謝 好 同學們 我覺得你們好不容易 不能你們來幹嘛 這邊 請 我請問 因為我們現在團隊 進到各個場域去面 實際教學 那我們先面對 我們諮詢我們是 連結硬體跟軟體韌體 那到我們想 第一個問題就是 請問 面對這些老師 你覺得要成為一個韌體 他必須具備什麼條件 第二個就是 我們到第一線場域去之後 發現了一個比較特別的問題 因為這個第一線的老師 他們可能一輩子 青春事業都奉獻在國中或者國小 他們其實很多動力 他們已經沒有了 那像這樣子 整個教學熱誠不見的情況下 再加上 我們需要很多資源進來 需要資源進來的過程 我們可能 必須要去 針對企業募款 來解決材料廢文 這又引申出另外一個 道德高度文 有些傳統學術領域 他會有道德高度文 這叫道德高度文 公益圈不條例又會違法嗎 不會違法 自然的利益是可以的 你要群木去爬山都可以 是 是 像這樣 怎麼樣把它給解采 我們在第一線場域操作的時候 因為偏鄉 正偏鄉他們資源真的很多 當然 可是他們沒有人 我們人進去了 但是 我們去的地方 可能真的周車勞頓 那怎麼樣吸引一群 志同道德的人 如果以你的觀點來看 我們必須要怎麼樣把這個東西連結起來 然後形成一個新的韌體 對 我想韌體最重要就是要有韌性 韌性就是resilience 就是風吹雨打 地震 颱風 還可以 因為這樣 遇上每年加高兩公分半的那種能力 叫做韌性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把要拯救一個偏鄉或一個地方 當作自己的使命 那個是不太可能有什麼resilience 那個負擔很大 但是如果是說 我想要更認識一個我之前不認識的文化 我要用那個文化的觀點來看我的成長的故事 透過這樣的方式重新理解我自己的生命體驗 這個是非常小規模的 甚至小情小愛的 但是 在那個規模裡面 反而樂趣會出現 反而它真的會出現一些比較持久的影響力 所以這個是很吊詭 就是如果你一開始大功無私 那根本抬不下去 但是小私有功 慢慢那個公益性就增加了 所以你要找到對他的personal attraction 這個還是最重要的 這個沒有什麼比這個重要 那有了這個就有resilience 就是說你風吹雨打 他心裡還是可以想到說 這個雨下這麼大 但是這個心涯還是會長 就是他有一個positive association 他不管碰到什麼 他會覺得這是雨料啊 這個可以train我的AI 每個學院的那個 要train的東西不一樣 他總要變成是說 怎麼樣的 他是什麼的養分的那個什麼 要先找到 那對於在第一線教訓現場 已經很久的朋友來講 可能對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每天要睡飽八個小時 對 那我們這個 這個方法論是 如果有那個看親自天下那本書 後面有一個小卡 就是說要睡滿八小時 你問我什麼心靈問題 我都吃個混蛋 對 但是這個真的很重要 我自己 像我昨天睡了快九小時 就是現在精神這樣 那但是我如果 他剛剛只睡了七個小時 那我中午以前 一定要想到他補那一小時 不然的話我不function 就我會變成我是用昨天的習慣 來處理今天性的狀況 那但是如果我可以覺得說 我一天十二個小時留給自己 裡面八個小時都在睡覺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會覺得 那我跟人相處的那十二小時 是累積這十二小時 不管是做理論工作 或者是睡覺的材料 但是我如果這個東西被壓縮了 那一方面我前一天的東西也記不得 那我後面的那個passion 我也不知道從哪裡來 因為我還在補前一天 那個沒有還完的那個睡眠的債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 像你說那個動力啊 消耗還是什麼 真的你就是連續讓他 一個月都睡滿八小時 所有動力都回來 這個不是開玩笑 這個有科學的 那個人為什麼要學教 他最近有出 他有一本科博的書 是 就是我覺得這回說故事 能力很棒 那我們這一群 總共有七個學校 有七個火爛學校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可以邀請 這邊來跟我們的團隊說故事 我的行程不是我在排 可能要請我們小聽幫 給他們一個動力 給他們一個動力 沒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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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有可能每隔一段時間就到中山大學 去放下身段 看看 當然有可能 現在是那個一段時間多長 不是有可能 一段時間多長的問題 對 像之前我跟台中那邊 有一個射創基地 那時候是約美級 就是每三個月一次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是跟那個 我們可不可以有一個共創的場地 蠻有關係的 對 那我覺得這個也不一定能強求 因為有時候 你知道就是市政府有它的 priority 可能他們現在比較感興趣 什麼5G AIoT什麼東西 的創業社群 但是這裡面還是會有一些 有社會供應性的部分 所以也許我們等個半年一年 然後發現說裡面有一些東西 真的比較像社創 真的就是比較是行善 發財的部分就還好 那些東西 也許我們把那些夥伴再聚集起來 然後弄一個場域 那有一個場域當藉口 我就比較容易 比較經常去 這樣子 沒有去的 因為我這種分手要到高雄 對 高雄是因為愛河整治成功 我才去高雄 對啦 一間都不可以去 對對對 你看還是要有personal change 有原因 對對對 要有一個梗 那我再講一次是說 真的是發生台灣是到處走 非常有趣 是啊 對啊 所以也找一個機會讓市政府去 沒有 以後要聯絡什麼 你聯絡 就透過小婷聯絡 好 對 但如果大家要寫email給我 就直接寫 我們就是 可不可以大家 就一個傳一個發展去 不好意思 因為我是沒有寫 我們要照顧一下 你們來 不知道為什麼 台灣Can't Help 對 外交部 好 謝謝 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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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